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 朋友们 现在是7点20 我准备要去考场 我还特意穿了一件红衣服 不知道你们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传统 就是一到考试一定要穿红的 这也是我从高考就研习下来的习惯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考试都带了什么 护照 然后疫苗卡 疫苗卡 接算器 然后我的复习的指 总共要考5个小时 中间有3小时的休息 都带了点吃的 好 中号 走 中发 哇 走了 谢谢宝宝 The last day in Los Angeles 我们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天 多绕一绕 好好看 我们现在进入 那个迪士尼这个城市了耶 我们今天要在迪士尼这个城市考试 别人都在迪士尼里面丰满 而我在旁边苦叉叉的考试 化完妆里考试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准备看一下这个Quick 实际 感觉有点临时爆火焦那种感觉 那个大藏库里面考试 129点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考场了 好了 朋友们不录了 我现在要进去考试了 Finger pause 这一次一次能过 嗯 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 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为什么要考这个考试 以及被考的一些心路里程 啊 走了 走了 耶 祝我考试顺利 yes 终于考完了 朋友们 他跟我一起在等力要来接我 给你们先讲了一下 刚刚考试的经历 我竟然忘记带计算器了 我带计算器了 但是我的计算器呢 被锁在locker里面了 然后我忘记带进考场 还好我们的建考老师 就比较人性化 还让我出去去 但是我们同一考场的 另外有一个考生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没带护照 我也不知道最后他有没有 考得了 就美国考试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些考试 他是要求你必须带护照 有一些考试就是带ID也行 一定要提前看好 email里面写的是什么 我买的早鸟票嘛 是七百刀一次 你花了七百刀 报名了 结果没考上 就很难受哦 对不对 哎终于考完了 感觉空气都变得新鲜了 景都变美了 随便一破地都感觉好看了 终于考完了 OMG 就是那种延迟幸福感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不管考的过不过 我都很开心 对 因为这个我做模考吧 就是基本上计算体全对 然后语言体全错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CFA考试 他真的不仅是一个金融性的考试 他还是英语考试 立一个flag 如果没考过 以后你就要看到的是一个全英Vlog 这个 好好看 要准备吃这一家 谢谢 我就是这种车 有店都很好 哦对啊我也觉得复古 对 好像好有很多那种 很复古的店 我这边有好多好看的小店啊 我觉得 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企业 是什么是什么的 好哈啰 卡姐 这上面是她北京的伏子啊 哦 好帅 感觉是开礼物 十三级盒子基本要骂 耶 好可爱 好可爱 然后一个卡片 好可爱 谢谢 然后这个就在这里 真的是层层高 哇 然后 不少装 谢谢卡姐 你要从韩国来的 很高 哇 很有 大鼠包 好看耶 现在唇色很像 对啊 我就很喜欢这个颜色 等一等一等一 你再学一下 你学一下刚才就是这个店里的姐姐 好 I want to let you guys know we are of everything 好狠 我记得她的手还是要这样子 就伸一下回来 I want you guys know we are of everything 然后一定要骂 对 最后一定要骂 然后嘴一定要歪一点 对 来自泰特斯的礼物超可爱 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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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太厉害了 晚上吃得非常清爽 好 没有片 What are you doing 没有片 你怎么那么可爱呀 嗯 就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一期视频 叫做成年人的世界 并没有容易二字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考试呢 其实最开始 最最最最最最开始 真的就是出于再下围一待 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然后我就报了这个考试 然后到后来就是 有一个不服输的心嘛 就是觉得好像越学越有意思了 完了之后我看很多人都失败 那我就想说 我要证明自己啊 我不能输啊 我不能失败啊 所以就开始越来越 对这个金融方面就感兴趣了 我的本职工作 供应链还在做哈 只是就觉得说 可能 生活中还是需要一些挑战 那为什么说 成年人的世界 就没有容易两字呢 是因为 就感觉成年了之后 你就会面临很多选择 嗯 你像高中的时候呢 你就只有 你就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考考大学 但是你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 上了大学你开始有多个选择 你可以出国 你可以考研 你可以保研 你可以留校 还可以工作 啊 这几个选一个就行 当了研究生 就是走出校园之后 就更多选择了 你需要面对的选择就是 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这么多行业 你每一个都有兴趣 每一个都想尝试 但是每一个呢 都属于浅长辙止 就都没有深挖 我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困惑之中 就我觉得 我是在电商行业做供应链的 那可能我这个东西就是 我自己的部分做得很好 但是 我感觉我的天花板也就在那了 就是什么时候能做到管理层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自己的天赋 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天赋在哪里 然后 我去测了MBT 人家说我很适合搞金融合管理 那既然管理我现在暂时爬不上去 我总得用另外一条路来开辟自己的职业生涯吧 所以我就试了这个CFA 这个特许金融师考试 然后呢 就出现了崩溃的那一幕 我觉得我其实应该算是个考试型的选手吧 因为我中考高考都超常发挥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够自律吧 就是我从上了大学开始的考试 所以我呢 比如说 第二 GMAT 托福 还有现在的CFA 就都 考的不是很好 你们敢相信吗 我GMAT考了六次 托福应该也有五六次吧 然后关键是考出来的分又不是很高 所以 我一度怀疑我是语言有障碍 你知道吗 还是阅读障碍这种 就是我所有的数学 跟数学有关系的 我都可以考很高 但是我的英语就是真的是 西巴烂 啊 anyway 不说了 明天就是我27岁的生日 看到我们的箱子了吗 啊 已经准备好 要收拾收拾箱子 准备又滚蛋了 离开加州了 我们下一站是去坎坤 下一期请看我的生日加坎坤的Vlog 耶 拜拜